好的姐妹们 现在我们开始来勾这个位置 我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不想跟我样这样缝合 你可以直接从这里挑针 看到吧 从这里挑 挑一个大概24针 24针呢 第一圈是我们隔两针剪一针 第二圈呢 就是隔一针剪一针 剪到12针 然后我们直接给它穿起来 这个方法呢 我就不教大家 因为特别简单 就是直接从上面 从上面挑针 挑一个24针 好吧 然后我告诉大家 我是另外一钩 因为另外一钩 我还要教大家 它可以做这个鹿子的手套 那方法对了 就可以做鹿子的手套 我们先把这个拿开来 直接勾上去的 大家自己完成哈 我就不给大家示范了 我示范一下这种 可以两用的 123 然后呢 起头我们在这里起 12个长针 勾12个长针 2针 3 4 5 6 好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线头给它 拿过来包住 7 8 9 10 11 12 大家要记住哈 这个加针的方法 跟我们这个帽子 帽顶的加针方法 不一样的哈 然后 引发连接 我们这个线头呢 现在可以处理一下 等一下绳的 翻过来 这样处理 这样 我们跟这个手指的 这个线头一样 也是打几个结 先拉紧 拽紧 拽紧 然后呢 我们给它打两个结 就可以了 好 在这里也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里打两个结 我这个没处理好 这样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呢 大家看第二圈怎么够哈 123 好的 然后我们在第二针上 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也就说 这一圈呢 是两个针目为主 第一针不加不减 第二针我们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第二组开始 第一针不加不减 第二针我们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再加针 也就说 在同一个针目 我们勾两针 再来一次哈 第一针不加不减 第二针上 我们勾两个长针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看一下 总共是十二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哦不对 总共是六组 然后呢 在这里引发连接 你这样加针 它就能形成一个这样的弧形 看到吧 好 第三圈 第一针不加不减 第二针不加不减 第三针我们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这一圈的规律呢 我们是隔二加一 勾两针不加不减的 然后第三针上我们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这个不用我慢动作吧 因为这个是特别简单 我还是来一下吧 你看 第一针不加不减 第二针不加不减 第三针 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好 大家自己把剩下的完成哈 我来教大家怎么缝合 好吧 好的 我这里呢 已经勾了三圈了 最终的针数呢 也是二十四针 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想前面这里给它 露出来的话呢 我们这样哈 线头一定要放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给它 看到吧 这个位置 大家看清楚位置哈 就是在我们缝合的这个上面这里 好 先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呢 我们在这里缝合这一半 大家如果是勾两个都是这样的话 要看清楚位置哈 都要 两边都要朝一面的哈 因为这个开口的位置呢 我们是在手掌心这里 就是在前面 不要一个在手背上开一个口子 它一定是在手心这里开一个口子 我们大概是缝合一半的位置 也就是缝合十二针 好 大家看一下 缝到这里呢 我们就不再缝合 大家看一下这样 这样也挺好看的 是吧 看 我们这样 这样然后呢 可以给它这样翻过来 我们在这里给它 跟大家说一下哈 扣子装在这里 不要装在这个位置哈 我们扣子装在这个位置 装在这个位置呢 这里怎么弄哈 看一下哈 就是 我们在这里给它开一个这样的扣眼 我教大家怎么开哈 也是大概是中间的位置 大家可以在这里做个记号 一二三四 好 看一下 一二三四 好 中间这个位置 我们在这里开扣眼 大家看一下哈 一 勾一个短针 然后一二三 好的 我们还回到这个针目 再勾一个短针 看到吧 就是这么简单 这边这个口子呢 我们可以稍微收一点哈 这样收一点口子 好 看到了吧 就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里扣子 装一个扣子 然后给它扣上 这个呢 就可以做两用的 看这个样子 是吧 我这个呢 就是跟这个一样 直接给它缝合 所以我们缝合呢 要在反面缝合 我们现在给它拆掉 把这个手套给它翻过来 翻过来 我们这个也是 翻到 到反面哈 看 就是这样的 大家这样 这样缝合 看到吧 缝的时候呢 不要缝得太紧了 稍微松一点点 我们可以在这里 给它做个记号 这里中间的位置 在这里 中间的位置呢 我们一定要对齐 这里哈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该收拾的时候 我们稍微收拾一点点 现在的位置 没趣 我们在用了 这个地方呢 可以怎么样 就是这样的 谢谢 不可以 我 就 下面 好,到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 这里不要留一个这么大的口子 我们在这里 先把它这样 这一针跟这一针给它缝合 好,然后呢 我们找到这边的这一针 看 也在这里给它缝合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给它这样 这样勾一针 要不然这里一个洞 好,这边呢 我们就正常的给它缝合就可以了 我们缝一下缝一下 看一下什么效果 等一下回到正面 我们看一下 大家用缝合针缝合也是可以的 你用你自己的方法也可以 好,我们给它这样 打个结,一个结 两个结 好,打了两个结以后 就可以直接给它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它就不容易脱落 看 这个手套我们就完成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地方我们补了一针 你看它就没有动 我这里也补了一针 看到吧 这个痕迹还是蛮明显的 这里补了一针 这里呢 我们也补了一针 这个手套的教程呢 就到这里哈 大家也可以勾点这个花朵 缝在这个手臂上 就是开口的位置呢 你要注意哈 如果你前面是开口的 都要在这个位置开口 你不要说在这里可以开一个 然后呢 这边呢 又在这里开一个 好吧 好的 我们教程到这里就结束了哈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